嗯 嗯 大家好 我們今天還接著講絞肉雞 今天呢大概講的是這個 主機手 女主機手 有一天啊,这个戈尔巴乔夫他们的师长就把全师的团长和营长都召集到师部了 然后就宣布说,我们将有23名女性阻击手加入我们师 他们是刚从莫斯科的高级阻击手学校毕业的 集团军司令部和共青团的负责人把我找了去 要求我亲自接收这些人,并保证他们在前线的正常战斗生活 过几天他们就要来了,你们要好好的做准备 记住啊,指挥员同志们,这些年轻姑娘可是碰不得的 谁要是碰他们一个手指头,我就把她的尖章和脑袋一起拧下来 这些军官啊,反应各不一致 有的呢,就抱着嘲讽的态度 觉得这是共青团组织的作秀 其他人呢,则简单的说 我得看看这些战士到底怎么样 估计啊,过不了一个月,他们就全跑了 戈尔巴乔夫他们呢,就为这些阻击手安排了一个住处 考虑到这个小分队的特点呢,还专门的做了相应调整 比如说在他们的住处外边树立了一个高高的栅栏 而且呢,还装了一个特别结实的一个大锁 秋天呢,因为已经很冷了 所以呢,他们在住处还给他们准备了保暖的内衣啊 长靴,棉衣,棉裤和这个护尔的帽子 甚至啊,戈尔巴乔夫他们还给他们的住处找了一个看门的 嗯,就是由师部、盥洗处的那个负责人 专门来担当这个职务 主要为什么选这个人呢 是因为这个人是个禁酒主义者 第31军团啊,最出色的一个祖籍手之一 叫卡西莫夫 卡西莫夫中尉呢,就负责指挥这支全新的祖籍手小分队 嗯,经验丰富的伊万诺维奇 来做这个部队的大事 当这些女孩们啊,在自己的宿舍安顿下来以后呢 稍作休息,就在院子里边列队集合了 一个女兵就迈步走出队列报告 卡西莫娜来自采帕 上市军衔,一直服役于正规军 第二个,迈出出列 纳塔利亚来自克拉斯纳亚 所有的人啊,一个一个列出这个队伍 都介绍了自己的家乡 其中有一个人呢,来自莫斯科 嗯,戈尔巴乔夫他们啊,就看着这一张张啊,稚嫩的脸 眼睛中呢,充满着热情 清零千细的身材和干净的靴子上还闪着 莫斯科的光啊 要先休息两天 在此期间啊,卡西莫夫中尉呢,就要和每个人谈谈话 比如检验一下他们操作武器的能力啦 呃,再组织小组讨论啦 小组讨论的时候呢,这个卡西莫夫就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行动中需十拿九稳 阻击手必须对自己打出的每一枪都要有信心 其次呢,就是要少开枪 但是,只要开枪,就要准确 这个卡西莫夫中尉啊,是这个诗里边的一个传奇人物 所以呢,这些姑娘啊,都特别聚精会神的听她讲话 因为这些女兵啊,从来没实战过 所以呢,这个卡西莫夫就跟他们说 你们将要射击的是活生生的人 但是她是我们的敌人 是法西斯匪徒 一定不要心思手软 上了战场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尽快的克服你们的心理障碍 当然这并不容易 你们要记住 就是不要让法西斯分子自由活动 即使是她躲在那个坚固的防线后边也不行 我们就必须迫使他们感到自己啊 必死无疑 经过这个诊断了以后呢 卡西莫夫就向这个师长汇报了 说所有的足迹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也检查了他们对武器的了解程度和他们使用这个光学瞄准镜的能力 再一个呢就是对伪装的了解 看来这些姑娘们非常熟悉阻击手作战战术 但是啊 我很抱歉 将军同志 他们都太年轻了 从来没有跟敌人面对面的遭遇过 他们不知道敌人是怎样的一个禽兽 你要说他们的专业水平 现在让我来评还为时过早 但是这些姑娘们都有着一颗爱国的心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战场上很好地展示自己的能力 师长就说 非常好啊 众位同志 指导他们把你的经验都分享给他们 并且要照顾好他们 你要为每一个足迹手的生命负责 我保证将军同志 那很好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直接来找我 我现在批准 这个足迹手小分队可以上前线作战了 那好 我们立即行动 明天我们就出发 我们会让德国人像蟑螂一样躲起来的 第二天啊 这个卡西莫夫中尉 就带着那个来自彩帕的卡切琳娜 和另外两名女兵一起就开服到前线去了 卡西莫夫啊 把这个23个足迹手分成了三个小组 每组七个人 每组呢 每天轮流在前线之亲 大概就是这样的话呢 每天会有两个女兵在后方休息 一天的行动啊 都是从早上四点开始 在黄昏时结束 一般来说呢 就是阻击手啊 都是两两一组行动 偷偷的呢 那个溜进无人地带 接近敌人 然后呢 还要为自己啊 选择一个合适的基本基地 预备阵地和这个伪装阵地 卡西莫夫经常跟着他们在前线出现 监督阻击手的行动 评估他们的表现 每周呢 他还给他们上这个两次训练课 分析每一个小组在前线的表现 最初几天啊 一切相安无事 但是呢 在后方 这个自己人这边出了点问题 就是经常有人啊 就过去纠缠这些姑娘们 然后呢 就是劝他们赶紧离开这个前线 跟他们说啊 别忙活了 让我们来 我们自己能应付 你们呀 就是管管火炉子啊 温暖我呢 我们的身心就行了 反正就诸如此类的这些话吧 嗯 这里边啊 最英姿萨爽的 有一个姑娘 是个来自叫 斯莫勒斯克大街的 托尼亚 这托尼亚就回嘴说 打击敌人 现在是头等大事 而男孩 则是位居第二 所以小伙子们 我们跟你们一样 我们是来打仗的 不是来谈情说爱的 我们承担着共同的职责 等到胜利了 再来玩闹吧 可是就几天 被公认的啊 这些女主机手里边 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来自 克拉斯纳亚的那个 纳塔萨 在进战壕的时候 摔倒了 结果被敌人发现 一枪击中 一发子弹呢 直接击中了他的右肩 钻进了胸部 葬礼上啊 他的这些女伙伴们 在葬礼上就嚎啕大哭 从来没见过呀 没见过这政长 会死人的 这个团里边 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 纳塔萨 因为他真的太漂亮 而且都公认啊 他以后肯定会在 电影或者戏剧方面 会前途无量的 生前啊 这个姑娘跟别人聊天 说她的理想啊 就是结婚 然后啊 很快的生三个孩子 这件事啊 确实是给这些 女的祖机手 一个严重的心理挑战 你说 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吗 第二天 纳塔亚就毫不犹豫的出发了 这时候正好啊 碰到了两个德国士兵 跑到无人地带去打水 就被他们这个小组 当场击毙 师长啊 高兴得不得了 干得不赖 一次就收拾了两个啊 他立刻就给这两位姑娘 颁发了奖章 之后的一个礼拜呢 毫无结果 因为德国人啊 也开始小心谨慎起来了 他们知道 这一块 现在有祖机手了 只要这个卡西莫夫 不在这个小分队啊 那些前线的士兵就跑过去纠缠这些姑娘了 呃 有一个高大魁梧的有一个军官就抓住了一个叫作西亚的 直接把他拽到自己的掩蔽部去 结果啊 旁边目击这个的一帮战士就不干了 冲上去 让他们那个指挥员放手 而且啊 有的这 有个战士 干脆就不顾后果的给了这家伙计全 不过呢 这事儿啊 后来也不了了之 因为啊 这个上级啊 说最好不要报告 可是女兵们呢 就向卡西莫夫说 你必须往上报 否则的话啊 没有你 我们以后就拒绝上前线 又过了这么几天 克拉瓦也牺牲了 这是一个长相甜美羞怯的一个小姑娘 针线活做得很好 她给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羊毛手套 这个小姑娘的梦想是战争结束以后 成为一个小学老师 女兵们终于丧失了勇气 开始害怕了起来 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这些 卡西莫夫呢 这时候就只能够鼓励他们 试图呢 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后来啊 有这么一次 这个卡西莫夫和大士啊 正好去集团军训去了 结果有三个炮兵军官就在这个女兵住所外边啊 那炸腿里边钻了个洞 然后呢把这个看门人啊给灌醉了 捆起来像个木偶一样啊就给扔在床上了 然后呢这几个人就像那个骑士一样的出现在姑娘们面前 还带来了一把吉他一些酒和一些小吃什么的 嗯他们呢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来关心这些低落的阻击手 结果啊把这帮姑娘啊喝的呀是又哭又喝 喝完了哭哭完了喝 肯定第二天起不来了 所以呢上前线的时候呢就晚了 因为他们都得早上四点钟天没亮的时候 就得进到那个无人地带 所以负责这一战线的营长啊 就拒绝让他们进入阵地 嗯认为呢这时候再进去 天已经亮了不安全 结果啊有一个叫威拉的就 伪抗命令 他想进入阵地 一下子就被一个德国的一个阻击手 一枪打在他的胳膊上 把骨头都打碎 这营长得知了以后啊 勃然大怒 就开始骂说你们这些阻击手啊简直就是哗众取宠 这根本不是勇敢 后来啊在阻击手宿舍的那个门口 居然竟然竖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现在这里住的是可以碰的人 卡西莫夫很快就回来了 开始整顿这个分队的秩序 并且呢 并且呢措辞严厉地告诉大家 发生的这些事是耻辱 这看门人呢 这看门人呢想给自己辩护 指天问力地诅咒那几个无耻的炮兵军官 然后就说我我以后再不喝了他们那回来喝他们劝的你知道吗 就是斯大林同志来了都不能不喝呀 卡西莫夫拒绝听他的辩解解除了他的植物 然后他就问这个来自擦帕的卡迪亚 说你知道吗上师那些无耻的家伙因为你会怎么处理那些指挥员吗 哎呦我们从没想过呀 卡西莫夫就对这些姑娘说 你们现在要整顿不能先上前线去做足迹手了 经过姑娘们自己的努力啊 前线这些一线的战士们对这些女阻击手的态度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战士知道这些姑娘们是神圣的 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士兵啊 当这个阻击手要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好多战士甚至为他们做祈祷 只要这个阻击手出现在战壕里边 这帮战士们就会给他们打气 干得好啊姑娘们 干掉那些混蛋给我们帮帮忙 嗯 但是呢跟这个军官的关系就稍微有些复杂了 这些军官呢经常会出现在这个 这个宿舍的大门外边 瞪着恶狼般的眼睛 这个 有一次啊 这个他们的团长 就光在这个 第一次跟这帮女阻击手见面 就跟其中有一个就表达了自己的热情 结果让其中有一个叫塔玛拉的 就没有抵挡住她的攻势 接受了这位忠孝的浓浓的爱意 有时候啊 这个团长啊 就经常邀请她到团部去 嗯 晚上呢 这个有时候还会让她的副官 把这个女孩偷偷的给带走 于是啊 就有人向师长告发了 有一个主机手不见了 有一天就有一个人 把这个戈尔巴乔夫啊 给叫醒了 赶紧就坐上汽车直奔团部 俩人刚到了团部啊 这个 这个跟他去的这个伯利斯托夫 就冲着那个团长说 你干嘛 啊 你要强奸吗 你们团里的那些女的还满足不了你吗 结果啊 这个女主机手塔玛拉 反而为这个团长辩护 说不不不 您别误会 我爱撒傻 这师长啊 骂完了以后 一听 懵了 也就不再提了 完了以后啊 这团长啊 就开始到处的在那儿嚷嚷 要是他知道谁向师长告的密 他一定要崩了他 这个告密者是谁呢 就是戈尔巴乔夫 好 我们下期见 这个组机分队的这个大师啊 以万多为奇 按照这个组机队里的姑娘们说呀 他完全不亚于天堂里的那个男人 这个人是两个女儿的父亲 性格坚强 加入组机队的第一天 他就在这些姑娘的心目中 地位 地位 稳 居不变 高高在上 他平时啊 非常关爱每一个姑娘 但是呢 一点不偏袒 对每个人的需要呢 他也是尽量的满足 他会千方百计的啊 改善这些姑娘们的生活 比如装点他们的宿舍呀 让这个看着不像个兵营啦 还跟这个旁边的有一个富裕的 一个波兰的家庭啊 做了一个交易 用这个炖肉罐头交换 让这些女兵呢 能去这个家里呢 去洗澡 另外呢 他还向上级啊 指挥部申请了一辆马车 就是一个驾车的和两匹马 在这个全吃向这个移动啊 行军的过程中呢 他让这些人呢 把步枪还有所有的行李 可以放在这个马车上 这帮姑娘就是这么一路 跟着他来到了德国边界的 这个伊万诺维奇啊 每天都会帮他们检查 他们的步枪 只要他看一眼 就能知道这枪是谁的步枪 所以姑娘们啊 都特别的敬重他 姑娘们呢 也很敬重卡西摩夫 认为呢 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阻击手 但是对这个伊万诺维奇呢 就完全像对一个父亲一样的那种感觉 大事的话啊 对这些姑娘们来说 那就是金子般的珍贵 我估计有了 那就是金子般的 在这种感觉 因此受到那种感觉 不合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